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我們小豆餅淋嘴時刻的郭月欣 創辦人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 歡迎 我大家其實看到小豆餅零食時刻 所以你們是只賣一種嗎 而且大家看小豆餅 它是豆類的餅乾嗎 還是是什麼樣的甜食呢 我們主要是用台灣的農作物 五穀米下去做的零食開發 對 所以你們做的米餅是我們看到那種砰那種爆米餅嗎 不太一樣 我們的工法不同 我們主要是走烘烤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它能夠保存期限更長可以到一年 喔 可以到一年耶 那所以等於是說就是放在家裡 它就是可以隨時想吃就可以拿出來吃 放多久都不用害怕 因為它就是餅乾類型 喔 了解了解 那你們賣的就是豆餅啊 就是餅乾類 就是米餅這些東西 它是只有一種單品項的 餅乾嗎 還是它其實 它是米類延伸出很多的零嘴品項 它可以延伸出很多零嘴品項 譬如說我們有做成片狀的像燕麥片 可以沾豆漿牛奶當早餐吃 喔 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 我們有進到飯店 對 然後我們有做能量棒的模式 喔 像是健身人需要吃能量補充 或者女生在減肥的時候想要少量多餐 對 裡面可以加高蛋白 或者加各種就是機能性的東西 喔 聽起來很棒耶 它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那我這樣問一下好 因為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米是屬於 就是不是脂肪類就是澱粉類 大家都怕吃米餅會變胖 那吃米筆也會有這樣子的困擾嗎 紅焙過後會不會就比較還好 其實它澱粉的含量不高 所以你說它會變胖其實還好 反而我們很多 我們有一定的一個客戶的代工客群 就是他專走減肥女性 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你研發出來的還是他們要求的 他們要求的 我這個客戶很特別 他跟我說就是女生在訴求減肥 那他們都買很多的保健品 可是他們還是會肚子餓 可是又不能吃太多 怎麼辦 他自己實測他是一個破百公斤的直播主 他自己一餐吃兩隻 我們的米飯 他說吃兩隻他飽了 他就配無糖綠茶 然後他最後跟我說他在裡面加一個東西 他加氣壓質 他說氣壓質碰到玉老鼠會膨炸 更容易保足感 他就找我代工這個項目 喔 了解了解 那應該也賣的也還不錯 那後來也是有 因為這樣的米餅我們開始做了很多的販售 我們主要還是以線上的那個方式為主 對不對 那你們有在幫人家做代工也是米餅嗎 還是有其他的烘焙的產業 烘焙食品啊 我們幫人家代工譬如說我們有肉鬆的客戶 幫他把肉鬆做成肉鬆餅乾或者肉鬆結合米 對對對 我們有做烏魚子的 烏魚子的 對 很多食材都有機會做調理 需要去做討論 了解 所以可以有做更多的就是食品的加工的項目 對 但是剛剛其實講到這些 因為餅乾也算是烘焙業的嘛 所以你本身其實就是 麵包師傅這樣出來的嗎 我本身不是師傅敵的 我是金銀端的 就是在前線去做 品牌拓展 是不是開發通路 找業績進來 喔 了解 那所以師傅 那所以你是找配合的師傅來跟你一起做這些事情 對 就是師傅剛好是我們的股東 我們想要創業這件事情 那我們這個公司結構裡面要嘛老闆是一個不是師傅 要嘛你的股東是師傅 這是很重要的元素 對 各司其職 了解 然後去發揮自己的強項 對 那是你找他嗎是他找我 我找他 然後你們就決定要做創業這件事情 哇很棒耶 那後來 開始做這個小米餅之後 那一定大家都知道創業的 一開始都還蠻辛苦的 創業維艱嘛 有沒有遇到過一些就是 一開始在開發這個品牌 這個產品的時候 一定會很多知名度還不夠的時候 然後 運營上面會有很多的辛苦挫折或是困難 有沒有哪一個部分是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這是差點會覺得啊 熬不過去那種感覺 我覺得創業每個人都遇到就是 創業初期沒有獲利 一直在燒錢 然後你又要生活費 那怎麼辦 你要撐下去嗎 對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曾經有遇過這個狀況 是差點要解散的 對可是這時候就是創辦人必須要站出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一直都有在開發新的商機進來 讓大家看到一個未來 所以股東人願意繼續跟隨 去賭這個未來 所以 當時 因為也是遇到了一些 應該是有要什麼事情才會有一開始沒有很大的獲利 對不對 你在講一次 對我說一開始的時候一定也是還沒有辦法賺錢的時候 大家看不到盡力的時候一定都想放棄 對 一定的 哇 但我覺得還好他們現在有堅持 後來怎麼突破這個難關 讓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真的業績跟那個生意有起來 我覺得 怎麼突破這個難關應該說所有創業沒有人家第一天就賺錢 你一定要先撐過去然後 累積一定的客戶量然後當大家看到你 甚至客戶在觀察你 怎麼可能一天 他可能觀察你一個月兩個月 辦你一年 確定你是可以合作的工程他才敢把生意交給你 嗯哼哼哼 真的耶 那所以 等於是說 後面開始慢慢客源越來越穩定 而且甚至應該有越來越多的介紹 然後所以你的就是營養 營收項目 然後還有就是你的盡力也越來越多了 對 噢了解 股東應該放心了吧 當然會比較可是 他們現在 現在我們的 整個利路結構還不夠 還不夠穩固 還需要更努力 還需要一點時間 對對對 需要一點時間 對 可是至少股東不用再拿錢出來了 這個已經是目前最好的狀況了 真的不用再拿錢出來才是最好的狀況 那我還蠻好奇一件事情的 你們四個股東嘛 那大家可能也真的都是各私其之 好 那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會有在做一些決策上的時候 或許他不是你這一段的 可是他會有一些想法跟意見 那當你們會有四個股東會有意見不一的時候嗎 那這時候在決策上面 那你們會怎麼去找一個平衡 多數決 多數決 對 如果遇到沒辦法多數 餓餓咧 對啊 想辦法去 說服對方 就是提案的概念嘛 今天 我想要讓我這邊多一票 就要想辦法去說服 另外兩個人其中一票轉票 天啊我看到會議規範用到好極致喔 真的 會議規範加上奧瑞剛 對就是 我覺得就是這樣啦就是 雖然負責人可以 一票決定權 直接決定可是我覺得 說我還是會 選擇傾向就是多數決 對除非說這個項目就是 我很堅持非做不可 可是目前我覺得我還沒有遇到 這個狀況 我還是會用多數決 可是最後就是 就是用說服的 說服的方式 對不對 了解 那像小豆餅啊 他現在 應該說成立到現在大概已經花了多久時間了 大概兩年吧 兩年的時間 那還短還年輕 很新 對對對 那你覺得就是 你們的小豆餅啊 應該還是有一些同行 對那可是呢 跟這些 我不要講 我不要講那個同行也是賣小豆餅 比如說臨時的 這個同行 那你覺得你們跟同行之間 最大的優勢 或是你最大的差異化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優勢應該是在研發的 技術 因為 研發這件事很重要 師傅有沒有在 精進自己的專業知識 開發出客戶想要的東西 那個有時候要 結不是說你想做就做 你要結合一些 工法 做不做的出來 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其實講真的 怎麼講 我覺得 鑽研這一塊其實真的很 重要 很重要 只要做吃的 都很重研發 因為你有沒有精心在你正在做著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像有些人可能做一做又想要做點別的就想要做點別的 你沒有東西 你沒有獨特性你要怎麼賣 對 沒錯而且 往往 在做食品業最常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師傅沒有出去 更新他的知識 他一直窩在家裡 他沒有去更新現在市場要什麼 這時候 客戶提出了需求 他就直接跟他說不肯 可是往往 不肯的事情 當你把他撐真了 他就會賺錢 真的耶 因為客戶看到市場要什麼啊 所以我再跟你講我要這個你能不能做 你就你若可以想辦法把他做出 他能夠賺錢你是不是就賺錢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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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師傅好辛苦 對 那個解決 解決問題的能力很重要 真的真的 通常這時候 因為師傅通常 比較少讓師傅直接跟 對方溝通 因為師傅他不願意溝通 所以 通常就要有一個中間的 窗口 那你要了解師傅的能力跟程度 或他願意接受到哪裡 對那因為剛好我們師傅他是願意對外溝通的 所以 在這一件事情上我們比較能夠去 滿足客人的需求 對 了解了解 那這樣很棒 就是他 他們有客製化的東西 你們就是可以用你們的能力 去協助他們去做他們想要的成品 那有沒有有些客人跟你們這樣子做合作 因為都是B2B嘛 那這樣跟你們合作之後 然後他們有提出一些回饋 是讓你們覺得 很感動的 然後支持你們繼續前進的動力 因為我們的客戶還在累積 那我只能說就是我們當然是有 預購客戶說他找這類型的製作 找很久沒有找到適合的 那在我們這邊沒想到可以完成 對 這很感動 你也會覺得是說 哇我們終於 終於確認過眼神 對 知道是對的人了 我也希望這支產品真的 他進到市場 開始販售說我也希望能夠大賣 可是因為現在他 還正在 那個設計當中 還包裝 材料還沒有過來 可是我們已經確定要供貨了 理解 好 那接下來我相信小豆餅現在才兩年時間嘛 那一定會希望他可以接下來有 20年30年40年的時間 然後 你接下來對於小豆餅有沒有做一些短中長期的規劃呢 短中長我希望短的話我希望可以在 年底的時候就是有時間穩定的代工在做進行 對然後 中長的話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法國的客戶正在進行 當中就是把我們的品牌帶到法國 去做銷售 那我希望這件事情能夠 順利因為他已經進行到蠻後面的 真的落地的時候希望能夠大賣 會的會的會的 如果大賣的話就很穩定 還可以投資嗎現在 哈哈哈 小豆餅還缺投資人嗎 你確定 我等他在法國的時候 笑死他很像 那我覺得很棒耶 因為其實像台灣的零食 你知道台灣就是米的一個大廠 那又能夠把那個就是 你知道就是稻米然後到 贏到真的到法國耶 那甜點之都 讓更多的人可以慕名的來會喜歡台灣的食物 就很棒 對所以我也蠻期待就是你 小豆餅的食物 之後不會只有在法國 然後也可以在其他的國家也都可以吃得到 我相信有一天可以達成 可以的可以的 那接下來如果有些年輕人 他未來想要成為像是這樣子的烘焙食品的 串扮人的話 那你會想給他什麼樣的建議或者是見解呢 我覺得要走烘焙這一塊因為必須 吃的 要滿自己有專業 要滿的合夥人有專業 對那 我覺得這一定要先到同行裡面去做 學習就是你一定要先深入其中 你不要自己出來就開了 我跟你講 錢燒得很快 然後你進到人家企業去學習我覺得 不要用 因為現在 所謂的成功的企業 老闆 其實年紀都蠻大了 老一輩他們的觀念 我覺得這觀念正常 就是你不要用報酬來跟我談事情 你先拿你的付出 來跟我談 你付出的多 我給你的就多 是 有一點就是不要拿 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那 你要保持著一個就是空白心態 空白心態是 你願意什麼 你願意就是為了學習然後 去付出 然後不要去計較 就是會覺得說 時間到 準點 老闆再見 合理啦 做完了就走就算了 因為 我們塞很多會把 工作跟學習兩個搞不清楚 你想我們在學生自己去念書 是 學校付錢給學校 還是你付錢給學校 我們付錢給學校 對要去學東西 那為什麼你是要去工作了 是 公司付你錢來學東西 可是有些人可能 他真的很計較他可能真的只是來工作 他可能沒有要學東西 所以我剛剛說對於創業者來講 如果你真的要學東西的話 你不要去計較 你要反而覺得 老闆願意教你自己轉到 甚至有些 真的想要創業的年輕人他還會留下來 想要跟老闆多請教一些問題 這個一定會成功 一定會成功 要願意吃苦 對 這個一定會成功 好 那我覺得很棒的是因為像月薪創辦人也是想告訴大家 他自己也是 為了他想要達成的目標 他想學習的 事件 所以他還是花16個小時 在 每一天花16個小時然後去做學習 那你看連一個經濟體系沒有烘焙底的都可以 就是 幫自己做了一個烘焙的事業出來了 所以 每一個人都可以 只是要不要願意花時間來去做學習 好 好那今天這段片要感謝我們小豆餅林者時刻的郭月欣 创辦人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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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7 8 8 9 10